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早發生了一宗轟動國際消息 就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他兩個兒子 以及另外四名壹傳媒高層 遭到警方拘捕 到底他們分別涉嫌干犯了甚麼罪行? 有三個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9條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就是有黎智英、黎智英第二個兒子 以及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 有六個人涉嫌串謀欺詐 包括了黎智英、黎智英的大兒子 以及另外四名壹傳媒高層 截至我錄節目這一刻 暫時來說香港警察都未曾公佈 有關於三名人士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那些案情和當中的細節內容 至於串謀欺詐方面是怎樣? 有媒體作出相關報道 據東方日報的了解 就說黎智英等人涉及的串謀欺詐 就是跟壹傳媒在將軍澳工業村的廠房 涉嫌經營獨立公司提供公司秘書服務有關 好了,今早也有大批警員 接近兩三百人 進入了蘋果日報大樓那裡 進行搜查 不過不知道他們搜查什麼 因為在直播畫面當中看到 有些警員在職員的位置上 搜查一些文件 其實都沒有認真地看對面的內容 究竟搜什麼呢? 可能是他們要交代的時候才知道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到底這件事和最近發生的國際事件有沒有關係? 因為不少網民都質疑 在時間線上 就是跟美國制裁中港官員非常貼近 於是引來了很多人的遐想 不少網民質疑 兩件事件之間有沒有什麼關係?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說 壹傳媒一直都被北京視為眼中釘 警方在美國宣布制裁中港官員的短時間之內 引用港區國安法大舉拘捕黎智英和搜查蘋果日報 他相信是北京指使特區政府的報復行動 他批評香港警察搜查傳媒機構 影響了新聞自由和製造寒蟬效應 不論這兩件事件之間有沒有直接的關聯 但今早的事件引證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所說的什麼港區國安法已經軟著陸 又或者港區國安法避而不用 這些完全是亂說的 因為港區國安法自從7月1日生效以來 不時都會使用 就算第一天已經拘捕了一個示威者 接著又通緝六名流亡海外人士 在7月尾的時候又拘捕了四名前港獨組織的成員 來到今天又再次去執法 所以絕對不存在軟著陸 又或者是避而不用 這些說法是不準確的 第二件事就是 今次香港警察高調地拘捕 以及大規模地搜查 到底會產生什麼效果呢 最低限度來說 就有一個殺雞警猴的效果 就是一而再發揮一個震懾作用 今次的事件當中 有三人被指控 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但當中的細緻或者內容是怎樣 暫時香港警察都未曾說 黎智英那方面 比如說他以前曾經跟外國政要見面 但7月1日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呢 會導致他被拘捕 另外 黎智英第二個兒子 和營運總裁周達權 他們都有份 到底他們相關的案情和細節是怎樣 真的要警方交代才能知道 因為根本上 真是毫無頭緒 我看過很多媒體都沒有提及到相關內容 所以真的 警察自己說才知道 另外有六人涉嫌串謀欺詐 放在同一日高調拘捕 這就加強了震懾作用 而且對於《壹傳媒》或者《蘋果日報》的運作 都可能會構成若干的影響 比如說 資深的傳媒人柳俊剛 他就提到 說肥佬黎被捕 一早就已經寫在《國安法》的劇本之中 極權的守名眼中釘 被高調拘捕 絕對是預料之中 他還說到 所謂的守證 你期望又可以搜出什麼 勾結外國勢力的罪證 實際上 只是要癱瘓一傳媒的運作 除去這個意識形態的大敵人 向上交差 就是評定香港民心的大功勞 所以 香港警察今天的舉動 難免會令人有這樣的聯想 所以 警方最好就盡快公佈 究竟這三個人 你指控他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他的內容是怎樣 除了黎智英之外 另外還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黎智英第二個兒子 一個就是營運總裁 這兩個人 其實 市民來說是相對陌生的 名字是 到底他們兩個又怎樣來干犯了港區國安法 市民也要得知識的 我相信警方最後都會說 但最好就快點說 是吧 好了 第三件事就是 今早的這件事 其實也是引來國際社會的觸目 因為當消息出現了以後 很多外媒馬上就已經放在他們網頁版的 國際版的頭條位置 可見全球外媒都非常重視這個事件 因為始終來講 拘捕一家媒體的老闆 以及大規模地找警察去搜查一個報館 在國際社會 在西方文明世界來說 都是相當之罕見的行為 當然 可能在第三世界國家 這些操作就是無入無知 但是 就不能夠同日而語 除非 特區政府公開承認 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第三世界的城市 根據官方的說法 香港仍然是一個亞洲國際都會 好了 另外 這個搜查報館這麼嚴重 會不會又引起外國社會激烈的反響 又或者會不會引來外國政府 對香港採取下一波的不知什麼行動呢 這也是值得大家持續來關注的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根據多家媒體所說 香港警察拒絕了幾家外媒和本地媒體 尤其是一些網媒 進行採訪的工作 根據《立場新聞》所說 有多家的本地網媒 包括香港電台 《立場新聞》 《獨媒》等等的記者被他採訪 而且另外有些外媒 比如說 《美聯社》 《路透社》 和《發新社》 又不被採訪 但是 《TVB》 《商臺》 《友善》 《NOW》 《香港01》的記者 就可以進入採訪 到底這個準則是什麼呢? 原來根據《警察公共關係科》所說 只是容許本地和規模較大的 不會阻礙警方行動 以及不威脅警員安全的傳媒 是接近一傳媒大樓去採訪李桂華 這個準則完全是很主觀的 為什麼一定規限在本地呢? 為什麼外媒不准採訪呢? 外媒也不代表它會阻礙警方行動 或者是威脅警員安全的 這件事怎麼解定呢? 另外什麼叫做規模較大呢? 是以聘請的編採人員規模來計算啊? 還是以營業額來計算啊? 還是怎樣計算呢? 真是沒有說明的 那你又被人覺得 這些是不是單憑一個長官意志來判斷啊? 是不是哪些友好的媒體就准採訪 有些不友善的? 或者是外媒的? 就一刀切就不要理他了 是不是這樣呢? 那就變相是打擊新聞自由了 實際上那些人採訪就拍到夠了 有什麼特別才行呢? 你又拍他又拍 大家都是拿著同一個鏡頭 就拍到夠了 拍飽他了 有什麼分別才行呢? 還是今天採取這個有區別的對待 就是為了將來都保持著這種有差別的對待 來做一個試水溫呢? 做一個先行的作用呢? 是不是這樣呢? 是不是以後所有有關警方的行動 都是按照這個準則 那些網媒就是拒諸門外的了? 又或者是那些什麼是威脅警員安全啊? 又或者是阻礙警方行動的? 就拜拜的了 那這些準則是沒有說服力的 而且這些準則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定出來的 好像今早才見有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